近日,台湾娱乐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丑闻 从黄子脚到陈剑州 再到当红歌手寿子也被人控告性侵 而于继葛思琪喊话那几位男的勇敢地出来认错吧 更是令台湾娱乐圈人人自危 不知道下一个曝光的会是谁 曝光归曝光 目前危机最大的还是要数大小S姐妹 因为黄子脚一断20年前的回忆 把大小S克养、开露台等不为人知的往事 推到了公众面前 作为台湾娱乐圈的长青树 大小S叱咤台湾娱乐圈近30年 经历了无数危机 但次次都能化险为夷 这里面自然离不开他们高超的公关手段 准确地说 大小S转移公众实现的方法和手段 令其他明星望尘莫及 但这一次大S 想要洗清过往的污点 恐怕是有些难了 据黄子脚的爆料 当年和小S交往时 曾和大小S一起去韩国 但第一次韩国行 却给他留下了非常差的印象 因为同行的几人都在服用为竞品 即使不愿意也还是被强迫 包括回台背后 也还被大小S范小轩 周俊伟等被邀请 被说服 被硬塞 黄子脚也因此非常不快乐 而他与小S分手多少次 也与这些事有关 黄子脚的这个说法 与去年他参加节目中所说的一致 当时大S与俊俊叶刚刚闪婚 热度很高 黄子脚就在节目中自曝与小S交往期间 曾和大小S三姐妹一起去过韩国 只不过他省略了大S小S与俱俊叶在饭店服用为竞品的细节 其实关于大S服用为竞品 张岚曾在给大S母亲的语音中曾十分明确地指出过 当时大家还不太敢相信 毕竟没有真凭实据 但结合王小飞之前的法文 似乎又有迹可循 王小飞称大S每个月要服用一百万台币的为竞要 并且多次精神出现问题 虽然不知这处方为竞要是什么 但即便是正常人 谁会一个月服用这么多药啊 而且还是处方为竞要 在之后王小飞晒出的大S日常家用中高额的电费 也引起过网友的怀疑 一个普通家庭的用电量堪比一座小工厂了 然后就有网友出来科普 有家庭在室内种植为竞品 会因此消耗大量的电 现在结合黄子脚 张岚 王小飞等人的爆料 大S加电费高居不下的原因似乎找到了 但出道多年 大S身上的争议 远不止服用为竞品那么简单 大S有多喜欢纹身 从他把居俊叶的名字 包括结婚 戒指都用纹身代替就可见一般 只要他认为有意义的东西 他都喜欢纹在身上 不过大S身上最引人关注的纹身 还属他后颈簿上的一个大大的刺情 大S曾经很骄傲地在节目中称自己加入了一个宗教 而且已经有好几年了 那时候还是零几年 大S刚刚凭借流星花园大红 这期节目播出后 很多人对这个外星人协会好奇 但那时资讯没有今天发达 大家想查这个所谓宗教的相关资料 网络上却少得可怜 时间过去仅二十年后 这个雷尔教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说到底 这个所谓的雷尔教 不过是打着外星人做幌子的X教 雷尔教倡导 尽一切可能满足感官享受 包括女性不要拒绝任何男性 并且要学会与任何人发生某种关系 也就是说 只要加入雷尔教的女会员 就不该拒绝与任何男人缠绵 这个教规明显与社会的工序良俗相悖 但却挡不住大S的脚步 除此之外 每个会员还要将年收入的10%上缴 可能正是这一点 让大S觉得很骄傲吧 毕竟他也为外星人做贡献了 雷尔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他的真面目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揭露 很多人认为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信教组织 但大S却始终保留着这个纹身 人有怪癖不奇怪 但如果喜欢收集S提照 并且每晚靠这些照片帮助入眠 你会不会觉得变态 大S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就自曝自己喜欢从网上下载一些尸体照片 并且打印出来挂满房间 每晚和这些尸体照一起入眠 一般人看到 都会觉得头皮发麻 但大S不同 越是恐怖的失照 大S越喜欢 而且还形容充满经验 说实话 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 才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癖好 总之他似乎与正常人搭不上边 周渝民曾自曝 在与大S交往期间 一听到他的高跟鞋声音 就莫名其妙地紧张 除了大S说一不二的性格 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6月19日 黄子角的爆料出来后 大小S第一时间进行了声明 大S声称自己心脏不好 所以不存在服用为竞品的行为 并为真爱巨军业进行了说明 2009年 巨军业卷入了一起案件中 最后的结果怎样我们不得而知 但以此说明 巨军业没有服用为竞品似乎说不过去 更何况心脏不好 是不是服用为竞品后 才导致的心脏不好 还得另说 所以大S的那个所谓的声明 在很多网友看来就是一个笑话 在网友喊话大S敢不敢 和肖敬腾一样检测毛发 但显然这不是大S想看到的 他选择了无视 事情发展成这样 其实大家最想看到的是 希望官方能有一个说法 目前台相关方面 已经做出了回应 因为追溯时效和低语的问题 黄子角爆料的问题 警方不会侦办 也就是说 哪怕网友都相信黄子角大S 究竟有没有服用为竞品 都将会是一个罗生门 不仅警方不会侦办 大S的公关也很是给力 6月21日 有还没爆出大S已经怀孕9个月 因此怕打扰他和巨军业的保密工作 做得特别好 所以即便是大S和巨军业的朋友 也都不知晓 他已经怀孕9个月 这个消息一出 把大家伙都惊呆了 有没有这么巧的事啊 1976年出生的大S 今年已经46岁了 他还能像年轻孕妇一样 在家待产 不需要去医院保胎吗 毕竟大S与汪小飞结婚期间 就已经堕胎两次了 生下小儿子时 更是癫痫发作 差点要了命 所以这个爆料出来后 很多人觉得是假的 其目的很明显 不过是转移网友视线 而这个打假的第一人当属张兰 张兰也真会蹭热度 这个爆料出来后 他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卖起了孕妇装 有网友问到张兰怎么看大S怀孕仪式 张兰直言不会 这是不可能的 别再往脸上贴贴了 他们这是转移目标呢 张兰的这个说法 也是很多网友想说的 因为在转移视线方面 大S可是孤灰级选手 曾经 小S和阿雅等人开了一场媒体称作摇头派对的聚会 曝光的视频尺度惊人 小S对此十分不满 就一直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最终这场官司以小S胜诉并获得赔偿而终结 但是小S面对那些露骨的照片 并没有控告该周刊诽谤或者造谣 而是控告对方侵犯了他与朋友们的隐私 一时间关于小S的各种负面评论铺天盖地 而且小S在派对之后 还突然将头发和眉毛等毛发瓢染了 很多人都说如果服用违禁药品的话 发会在毛发中存在三个月到一年之久 但瓢染毛发会起到影响检测结果的作用 就在这时 房间突然传出大S和蓝正龙恋爱的消息 彻底盖过小S的话题热度 也算是救了小S一命 2013年 小S代言胖达人出现丑闻 哪怕他在媒体上道歉了 却依然被网友抓住不放 当时大S不惜自暴怀孕 来帮妹妹转移视线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乌龙一场 但小S的危机却解除了 十年后 大S再一次用自暴怀孕来转移视线 可网友已经没有那么好骗了 而且大S这几年的表现 再也不是从前那般人出污害了 自与汪小飞离婚的 特别是为了为了争夺抚养费 不择手段的样子 已经让大S的口碑下滑严重 现在又出了这么一桩服用为禁品的仇闻 尽管没有得到官方认证 但在很多网友心中 这已经是事实了 他想再通过曝光怀孕转移视线 来继续维持自己的大姐大形象 这一次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不过近日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之中的小S 竟然带着全家去大陆厦门旅游了 同行的不仅有他的孩子们 还有老公徐亚军 以及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此前小S一直深处涉毒的传闻当中 不少网友看到后 也是表示要举报小S 希望有关部门能查一查他 只不过 小S在这个节点都赶来内地了 那就足以说明 他根本是不怕的 否则真要是被抽检 那不是主动送上门去了吗 而昨天 网上又有消息称 大S深夜外出 他把行李推到了车上 没什么 晚上开会吃饭很正常 可是深夜怎么会带着行李出去呢 紧接着 台妹爆料称 大S有想要逃跑的迹象 既然整个事情已经有点不可控了 关键是尽快出去躲避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信息 那就是如果大S真的收拾行囊出去的话 小S可能会出事 此外 韩国媒体也非常关注光头和大S 两人迅速结婚后 光头就上综艺节目 秀了20年的爱情 所以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 韩国媒体是不可能放出任何消息的 不过 从韩国媒体的报道来看 人们一直在议论的是 大S要去韩国生孩子 这个关键词看起来很有道理 但问题是 他和小S之间的问题 还没有暴露出来 这下子 他去韩国 是不是真的要逃跑了 就算他真的想养孩子 但时机不对 再怎么可疑也是如此 黄子脚的爆料是否真的可信 一直是吃瓜群众最想知道的 再说了 如果小S出事了 姐姐想要收拾的话 可没那么容易 除非他真的没有被污染 否则他还能逃得掉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